小蝶頭 雙手畫著做 黑豬 一百種畫故事 就像白色 白色的綠豆 帶我唱家裡 對 今年已經進入第十一個年頭 而且很受到市門的肯定與歡迎 主辦單位 文化局 每年都要絞盡心思 在傳統裡面找到創新 不能全部是傳統 而會一成不變 要保存傳統 然後發揚創新 這樣的傳統會保留得更久 更受年輕人的喜好 所以我看到他今年還能請到 這個Republic of Kiribati 吉利巴斯的大使前來 還有舞者前來 這就是一種突破 這樣我希望明年 台中市議會也組一個戰地舞團來表演 這也是傳統創新啊 對不對 跳一個什麼秀荷包 什麼的 我們吉利巴斯的海島島國 從兩年前開始 我們就希望把國際的傳統文化藝術能夠引進來 所以就來想到一個中西大PK 所以剛剛大家可以看到 比方說你穿劇變臉 可以跟來自歐洲的雜耍特技 然後做一個結合 又或是我們傳統的戲曲舞蹈 然後又可以跟來自吉利巴斯的舞者 再來做一個大PK 總之就是希望過年熱熱鬧鬧 但是大家在看熱鬧之餘也可以領受到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民族的文化精髓 那這樣的一個傳統藝術節 才可以達到不但豐富熱鬧 而且也可以傳遞多元的文化訊息 那這次我們從大年初一就開始了 大年初一呢在民俗公園就有表演 接下來呢在登場的是在曹悟道大年初三 而四大文化中心則是在初四初五 這兩天非常密集的 不管是明華園啦 黃俊雄布袋戲啊 都會出現在我們的文化中心 所以大家就上我們的文化角的網站 就可以看到整個的表演的每一天的行程 那除了表演之外 我們還有呢 比方說我們有送給大家 一天每一場都有兩百個 讓大家馬年行大運的紅包祝福 另外呢也還有創意市集 甚至還有DIY等等 所有的傳統藝術 它也可以到現場自己去領會 自己去手作 那希望這個傳統藝術 帶給大家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節慶的體驗 還有 哇 來自於四十一個表演團體 三十二場的首創藝術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 我們親愛的現場的家長們呢 也可以帶著一起 歷臨台中市傳統藝術節 四十一場 非常精彩的來自於 哇 各國的精彩演藝的展出 法國巴歸基里巴斯 哇 還引起我們國內非常優秀的團體 哇 熱情PK